举能曾经担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和上苏亭亭长处理过多宗触目案件 包括公园深增产案、梁又宣誓案等 梁佳怡报导 二年58岁的张举能香港出世 在港大读法律 1985年在哈佛大学 拿到法学碩士学位 同年获得香港大律师执业资格 并且曾经私人执业 01年加入司法机构 由区域法院法官做起 两年之后升为高院法官 专责为据认证案 梅艳芳为产案 公园深的增产案 01年升为高院首席法官 梁仲恒由韦征DQ案的上诉 就是张举能审理 他采纳人大 就基本法104条释法的内容 认为条例要求宣誓要真诚尊重 驳回两个人的上诉 2014年占领旺国期间 有市民入品挑战的士团体的禁制令 都被张举能驳回 他在半词说 不论示威者、意愿何等高尚 都不能犯法令他人的权益受损 工会前主席梁家杰 对张举能的印象是比较保守 他能不能够保住这个法治的制度 和整个法治的精神 令到司法机构继续 可以取信于香港人 取信于世界 这是他重要的任务 律师会就欢迎政府的委任 张举能法官在法律界备受尊重 他很有经验 处理过很多复杂的案件 我相信以他的司法和行政经验 作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一定做得好 回归之后的中院法官 李国能、马道立 都有御用大律师的资格 张举能如果获委任 将会是第一位 没有这个资格的首席法官 但梁家杰认为影响不大 有线电视记者梁家杰